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正 今天讲的故事叫六号房间 女主是个爱唱歌的萌妹子 好不容易熬到星期五放学 她叫上两位小伙伴 决定去KTV好好唱一唱 小伙伴觉得人少了电 不够热闹 女主说没事 我们叫上美奈子 美奈子是个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 文文静静 害羞内向 面对女主的热情邀请 美奈子最终答应下来 四人来到一家KTV 结果被店员告知 包房已经爆满 要两小时后才有包房 正当大家准备走时 眼前的美奈子 注意到墙上挂着的孩子 明明显示六号房间是空着的 女主立即质问店员是怎么回事 店员支支吾吾地解释道 六号房间不干净 女主不在意地说 没关系 脏一点而已 在大家强烈的要求下 店员只好带他们来到六号房间 一进门 美奈子似乎发现了什么 疑惑地问 你们不觉得这里有些古怪吗 店员心虚地转移话题 表示这间房会在价格上打折 比平时的便宜 女主一听十分高兴 也没去搭理美奈子的话 店员走后 大家躁动起来 瓜子脸拿起麦克风唱个不停 原来妹和女主一边跟着唱 一边和她互动 只有美奈子显得比较沉闷 女主见词想和她合唱一首歌 美奈子便选了一首 艳麻色头发的女孩 一曲钟亮 美奈子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大家也对她刮梦相看 就在这时 身后的电视画面冒出雪花 美奈子转过了头 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她的手不自觉松开 麦克风掉在地上 想起了刺耳的噪音 大家纳闷地问怎么了 美奈子面无表情地说 我看见电视里面 有个穿校服的女孩 原来妹对此不怎么相信 她让美奈子别多想 不许是信号问题造成的错觉 美奈子却大声反驳道 不是的 我真的看见了 女主连忙出来打圆场 她把麦克风递给美奈子 跟美奈子好似中了鞋一样 处在原地一动不动 从那以后 美奈子变得越来越诡异 整天神不守舍 不知道在想什么 放学后 女主和两位小伙伴要到外面玩耍 美奈子刚好从身旁经过 女主追了上去 问她要不要一起去玩 美奈子想也没想地说 我想去KTV 大家虽然觉得奇怪 但也没有反对 很快四人来到上次那线KTV 店员给他们安排了9号房间 谁知美奈子非要换成6号房间 她不给大家反驳的机会 直接走进6号房间 然后挂占着遥控器 一脸呆滞地站在电视前 也不出声唱歌 花子脸看不下去 伸手抢过美奈子手中的遥控 让她适可而至 不料美奈子立马夺回遥控 死活不让别人唱歌 女主无奈地劝说她不要这样 大家一起出来玩 就玩得开开心心的嘛 美奈子却莫名其妙地说 那个穿校服的女孩还没有来 转眼挂子脸又开始慌慌地唱起歌 女主和圆脸妹依旧拍着手回应她 唯独美奈子坐在角落 一直注视着电视屏幕 突然电视像上次一样冒起了雪花 大家都很诧异 只有美奈子一脸喜悦 女主以为是线路问题 将头伸向电视后面 结果发现一张消灾简单的咒服 以及一碗用来辟邪的言霸 为了不扫大家的兴致 女主装作没看见 这时美奈子走上前兴奋地说 穿校服的女孩来了 话音刚落 圆脸妹就感到身体不舒服 于是四人离开了KTV 几天后 美奈子主动找到她们 再次提出去KTV 但是明天就要好事了 大家都不愿意去 女主忍不住问她是怎么了 美奈子不做理会 一声不吭地走开了 女主看着远去的美奈子 心里涌出些许内疚 她想着 是不是因为我上次约美奈子去KTV 她才这么沉迷一期中 最终女主还是陪着美奈子去KTV 6号房间内 女主将美奈子一起唱歌 可美奈子啥都听不进去 依旧呆呆地看着电视屏幕 很快电视屏幕冒出雪花 穿校服的女孩真的出现了 美奈子见此露出久违的笑容 女主察觉到不对劲 转头一看 被吓到当下一颤 她赶紧拉上美奈子 想要逃离这里 不曾想美奈子不打算走 一副被穿校服的女孩 迷了滚的表情 女主快要急死了 她使劲拽着美奈子 可就是拽不动她 女主回头看了一眼电视 发现电视已经恢复正常 再一回头 只见穿校服的女孩 从电视屏幕中碰出来 坐在美奈子身边 女主吓得瘫道在地 眼睁睁看着穿校服的女孩 握住美奈子的手 一步一步走向电视屏幕 危急关头 女主说上前阻止穿校服的女孩 用尽全是力气 将美奈子拖出了流号房间 经此一事 美奈子渐渐好转起来 只是关于穿校服的女孩的记忆 她完全不记得了 故事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见 拜拜